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先是这个水 这个我都被这个在武汉这个地方呢叫做汽水包 然后山山叫做水仙包 我们可以给面窝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个里面的馅料的感觉 我们掰开一个给观众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哇 怎么样这是什么馅的 这应该是一个糯米馅的是吧 谢谢老板 护汤粉 他们家店生意超好 你看看这里有学生 然后有附近的居民 然后大家都是在这里吃这个护汤粉的 好好吃啊 嗯 好吃是吧 对这是糯米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这个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糯米 糯米鸡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外面呢是包裹了一层炸过的 然后里面是 也是糯米 其实很扎实 就是早晨吃一个这个 然后再喝一点这个绿豆汤 或者是豆腐脑就可以非常非常的饱肚子了 然后我们 这边是面窝 嗯 面窝的话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口感 珊珊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就是湖北的特色美食面窝 你觉得吃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它其实是炸面 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脆 嗯 然后这边虽然这边脆 然后但这边是肉肉的那种感觉 然后嚼起来就口感非常的 哎就是很好吃 对它的这个有的地方呢 炸的武汉叫枯 就是炸的比较脆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呢又是那种糯糯的感觉 就是口感喝起来那是 听了头的感觉 然后呢这边呢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热干面 这个热干面呢 重点就在鱼瓣上 给大家看一下 看了没 有没有人很想吃啊 哇 这个武汉的热干面啊 我觉得也是只有就是武汉本地随便找一下 非常的正宗 是的 特别是里面要加这个 萝卜 萝卜和这个葱花 对对对 然后可以就是 然后其他其实 其实不用加辣椒也不用加醋 它就是一个 原汁原味的味道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鸡关角 鸡关角 我们看一看 来珊珊给我们看一下这个鸡关角 你是没有吃过对不对 我没吃过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鸡关角 啊 它长得很像鸡关 对因为这个太烫了 它长得就很像一个鸡关 这个呢也是武汉的名小吃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保留了这个武汉最早的那种 很扎实的感觉 我们今天买的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大 然后分量很足 对 然后味道很鲜美 都是现做的 嗯 那还有 这就是我们湖北人的特寂实在 对 那我来烤一下珊珊 这个护汤粉之前吃过没有 护汤粉 我叫它护辣汤 护辣汤其实是河南的一种 一种另外的一种小吃 所以这个不一样吗 它其实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镜头可以就是给一下 看一下 它里面还有面 它里面是应该是粉 就是那种细一点的粉的感觉 然后呢 这是胡椒味非常的重 对 确实有一点像乎拉汤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呢里面放一些这个虾米 是非常鲜的 然后诀窍是什么呢 诀窍就是一定要蘸着这个油条 蘸这个吃 试一下是什么口感 就是要这个油条浸进去 然后裹满汤汁 试一下 嗯 什么口感 好好吃啊 我真的第一次吃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吃香 吃牛肉面也会就是蘸油条 就是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汤粉 汤面里面蘸一下 这个味道会更加的迸发出奇妙的口感 对对对对 那今天就是杉杉就是体验了这么一路 咱们武汉的这个特色的小吃 嗯 就是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汤粉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 我最 我都喜欢 我根本选不出来最 因为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我 一定是我就是这辈子最爱吃的味道 真的 是吧 那所以每次来就是武汉也会就是 专门来吃一下这个过早前来打卡 对不对 是的 来武汉必须过早 那希望就是有机会来到咱们武汉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咱们武汉的这个过早文化